全新的绿白斑马线要提升这里行的安全 由于附近有基隆商工、明德国中以及长新国小多所学校以及七堵火车站等 每天都有许多学生和民众利用七堵长新车型地下道东新街出口处的十字路口 来来往往大小车辆以及行人非常多 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特地办理会堪 邀吉市政府交通处、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长新里长姚秦富一起会堪 争取七堵长新车型地下道前的十字路口 重新划设成为绿底白线斑马线 提高辨识度也提升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 不让基隆市有行人地域的污名 这个谢市府这个友善行人这个政策真的推动的也获得好评 那因为七堵市我们七堵去这个七堵火车站 就是在东新街这个区块 我们临近有这个明德国中 还有这个基隆山宫 还有主要这边是台铁的大战七堵火车站 所以今天邀请了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我们的交通处到现场来会堪 希望说我们的友善行人 我们的绿色斑马线 这边要先行划设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人流非常的多 还是非常需要 所以也要求我们这个市府能够 尽速来这边划设这边划设这绿色斑马线 因为这边现在学生太多 因为有商工有名的国中 还有外面的那个扎设的火车的人 都来这边搭火车 所以那个开车的话 就要注意这个行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就希望 友善行人那个道路赶快弄起来 让大家有心仰 小爱爸爸机动市长谢国良 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要让行人及学童安心安全过马路 也获得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全力支持 而市政府交通处也展现高效率 隔两天就在七堵长新车行地下到东新街出口处 划设好全新的绿白斑马线 也让杨秀玉非常肯定市政府交通处的高效率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